聊到了黎叔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几年前的文字 让大家再一次近距离的了解一下 今年年方54岁的传媒教父黎瑞刚 了解了解黎瑞刚的资产版图 看一看黎瑞刚曾经操作过的 这个一出一出资本运作的大戏 这是六七年前的文字 是传媒视频的 别者听圈内的人说 错评了传媒教父级的人物黎瑞刚 再婚迎娶的是八零后的美女 娘员草 印象中领证至少一年多了 当时小范围请一票牛人去吃酒 不过呢一直没有看到石锤 后来求锤得锤了 说他们确实结婚了 办了这个一个小型的这个海滨的婚礼 很浪漫 那么提起黎瑞刚大名很多人都会想起中国的莫多克这么一个 对黎叔的称谓 但他自己呢 这 不开耳这 这外界的这个赞誉 和其他投资人不同 黎瑞刚算得上 是游走在政商之间的人物 三进两出体制 于商于官 玩的都游刃有余 他既不是纯粹的商人 也不是纯粹的官员 在体制内做了很多大胆的市场化的改革 开风气之先 上海这个文广 那些年动作频频 在商场上 他首先要以价值观的契合和有无深刻的传媒情怀 作为前提 正是这种独特的做事风格 让黎瑞刚极具个人魅力 很多他的老部下提及 这个这个 黎总的时候总是亲切的称他叫黎叔 那么呢 黎瑞刚升1969年 暑机的 80年代后期复旦的 复旦新闻系 读完了硕士 毕业之后就进了上海电视台 从记者开始干的 一线记者 一直做到上海市广电局的这个总编室的副主任 后来又转战 这个 官长 出任过上海市委的副秘书长 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 上海文广 SMG 上海文广集团的总裁 而让这个黎瑞刚后半生声明确起的成绩则主要来源于 这个华人文化产业基金 CMC 2009年 华人文化基金成为了首个在国家发改委备案通过的文化产业私募股权基金 基金的规模是20亿人民币 而华人文化基金的股东呢 也是各个大有来头 大有来头 国开金融啊 国家开发银行 深圳招商局 大众资本 文会新民 上海文心报业 然后呢 这个上海张江集团 等等等等 说这个2017年的7月 华人文化基金完成了美元二期基金的这个募集 募集的总额超过了5亿美元 这个目标的规模 达到了目标上上限 达到了目标上限 6亿美元 而这个投资 二期基金的这个募集 投资者主要来自北美欧洲 中东和亚洲等地区的国际顶尖的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包括公共养老基金 主权基金 保险公司 母基金 家族办公室等等 华人文化产业基金极其低调 连一个正式的官网都没有 没生发大财 但是呢 所投的项目一个个呢 确实都是大手笔 横跨文化 内容 媒体 影视 多个领域 先后投出了这个B站 华尔街建文 财新传媒 政务阳光 等等 这些知名项目 而且趋名于国内投资机构 一般两三年就退出 求短期回报 求到一个高点 立马套现 走人 两三年就走 说 哎 这驴日刚不是这样子 他做真正的是长线的投资 那么华人文化 接近成立八年来到2017年那时候成立八年 到2017年才进行了首次的套现 将提高动力股份出让给了苏宁集团 据和这个驴日刚关系密切的人士 透露 说这个驴日刚是个工作狂 平时不苟言笑 没兴趣 没爱好 根本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去拍拖 也是在工作中认识了现在的这个妻子杨元草 而这个 这篇文字的这个作者 恰好找到了新媒体娱乐资本 诺2014年的一篇报道 讲华人文化产业基金投资了 这个 将中国达人秀 中国好声音 好声音 武林争霸等节目模式的版权 引进中国的小公司 IPCN 就是杨元草的这个公司 如今呢 就说 华人文化投资了杨元草的公司 这个当初的背景 如今看 这个娱乐资本论大标题里的牵手 用的还真是妙 当初 当初这个 报道这个事的时候 说的就是 刘日刚牵手 IPCN杨元草 打造内容即可 最后 还真就生活上两个人都牵了手 那么还是那位人士透露 说 正是在谈投资的过程中 这个刘日刚和这个杨元草相识 然后两个人就 碰出火花 杨元草 方才那篇这个神鹏先生的那些文字里面 对杨元草这个重庆妹子已经介绍得很充分了 然后呢 插出火了 最后 拍拖 然后呢 成为了夫妻 然后就中国的摩托客 然后杨元草就被成为另一个邓文迪了 那么刘日刚的资产版图到底有多大 曾经任上海电视台台长 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总裁 刘日刚 现在不仅是华人文化基金董事长旗下资产版图辽阔 比去相关公司 总计2017年的时候 跟他相关的公司就有73家 而刘日刚本人是35家公司的法人 8家公司的股东 还是72家公司的高管 17年呢 1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那么说 要说这个黎叔的厉害之处 还是他通过华人文化基金的投资版图 遍辑 影视娱乐 喜剧生态 体育文化等等 各大例 天眼查了一下 2017年查天眼 就显示华人文化 那时候就已经参股了52家公司 他第一笔投资 是接手了摩托客的新闻集团的 星空传媒 也就是现在的 星空华文传媒公司 是中国好声音和中国达人秀 这两档现象集的节目就出自 星空华文传媒 2015年 这家公司创造了7.2亿的净利润 当时的市场估值是50个亿 那不仅投资了很多国内的项目 还走出国门 开辟了海外的市场 投了一些海外项目 12年的时候 黎日刚的华人文化就和美国的梦工厂 合作建立东方梦工厂 意为好莱坞和中国之间的里程丁式的合作 那么呢 出品了什么呢 功夫熊猫三 就是东方梦工厂的 票房很不错 这几笔投资就应该说 让这个黎日刚的华人文化 在国内 在国内 包括国外 民生大振 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 2014年 黎日刚开启扫货模式 那年的三月份 华人文化和香港的兰卫坊 集团去美国梦工厂 打造投资150亿元 包括文艺 餐业 购物等总面积 四十万平方米的梦中心 一个月后 宣布投资MAS 中国四千万美元 占股百分之十 两个月后 以两亿人民币 投资了在线票务网站 葛瓦拉 同月 乐华娱乐 也获得了华人文化的三亿人民币 币轮的融资 2014年 2015年 华人文化与腾讯产业 共银基金共同投资了 这个B站的弹幕视频网站 并且在众多的视频网站中 冲出重围 2017年年初 估值那时候又是15亿 之后 又成立了微金科技 发展起了硬件产业 叫微金电视 2016年 这个华人文化 一手打造欢乐松 伪装者 蓝叶榜 将一手打造出欢乐松 伪装者和蓝叶榜 这类爆款的影视剧的公司 叫正午阳光 也给收了 也让李瑞刚给收了 那么17年的5月份 华人文化和朝银国际 还有军联资本 共同投资了 48传媒 那个 SNH48项目 这个国内的朋友 应该说 我都不熟这些事 包括这些个名词 什么呢 就是众多宅男女神 塞纳和小姐姐们所在的公司 都是美妹啊 2017年6月份 华人文化完成了 对脱口旧大会和吐槽大会 制作团队效果文化 1.2一轮的A轮领头 当时那个时候 吐槽大会和吐槽大会 那时候 创起了网络 前所没有的双十一点金 也是2017年 华人文化又通过 SPV华人幽民影院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收购的上海私园影视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也完成了 股权变更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在离书的商业版图里 财经媒体 说先后投资了财新传媒 上海的第一财经 华尔街建文 不久的将来 再投一家 就可以凑一座打麻将了 他说2017年的时候 他说再投一家 正好现在三缺一嘛 你到时候再来一家 就可以打麻将了 最后 作者说如今 李日刚不仅出任CEO 还成功的赢取了白富美的创始人 白富美创始人 这才是走上人生巅峰的节奏 当时他预言 不过中国的莫多克和邓文迪 都还年轻 故事才刚刚开始 这是六年前的文字 你看 这故事 最近这几天 又是一个大的高潮 又一个好故事 很出事 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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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